不过 这要与我何干呢 因为真正想要杀我和乔小娘的人 不是别人 就是大伯母 这孩子进了趟大牢 肯定是神志不清了 依宁啊 讲这种话是要有证据的 我就是证据 我去拿着 我们去拿着 不得了 我们去拿着 我去拿着 不得了 大哥 大哥 你怎么回事 大哥 大哥 老山 这边 姨宁啊 在牢里没受什么委屈吧 多谢大伯母关心 还好我命大 没死成 有人想要杀我灭口啊 姨宁 有人要杀你 怎么回事 那日有人买通狱卒 派乔武来杀我 乔武 这 不是应该叫你家五姑娘 出来问问吗 把我们大方请过来 是为何呀 五姐姐深信我 杀了乔小娘 我进了大牢 她必然认为我会被定罪 对 只有真正布局陷害我的人 才想要杀我灭口吧 大伯母 我说得对吗 不过 这又与我何干呢 因为真正想要杀我和桥小娘的人 不是别人 就是大伯母 不过 这孩子进了趟大牢 肯定是神志不清了 姨宁啊 讲这种话 是要有证据的 我就是证据 我 有证据的 我 你 有证据的 我 不过 我 有证据的 我 不过 不过 我 不过 有些人盼着我死 可是偏偏 我根本死不了 快快 快 我痛 罗姨 你 你这细未免也太过了 你要把我害死呀 小娘当然得死了 若小娘不死 那幕后之人 怎么知道自己得逞了呢 你答应我的事情 你可不能忘 只要你愿意指正辰来 你就是被利用的从犯 最多就是叛几年刑 出狱之后 还能与吴姐姐和轩哥团聚 我只是希望 别连累了我两个孩子 我回去之后 就会向母亲请求 将他们过继到母亲名下 日后 他们就是罗府二房的嫡子了 好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 我死而无憾了 想当年你陷害我用河吞毒 毒死了顾明兰 之后又想用河吞毒害死我 牵连于七姑娘 让别人觉得七姑娘 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一剑双雕啊 这一招真的是狠 你这个被发落到田庄的罪人 有什么资格在这儿说话 当年顾大娘子怀有身孕 你趁他产后虚弱 在茶叶里放了毒 这就是事实 一派虎烟 来人哪 把他给我拖下去 谁也不许动 让他说 当年的茶叶是二爷带回来的 并没有过到你手里 当时的罗府由我管家 你经常派人暗访我的仓库看守 在那个时候 我就对你起了疑心 直到那一天晚上 你派人灌醉了爱喝酒的仓库老妈子 还让赵妈妈到仓库里下了毒 被我看见了 之后你就暗自提醒我 若是顾明兰死了 对你 对我 都是天大的事情 分明是你自己 想要谋害正房 取而代之 怎么就污蔑到我头上来了 谁会信你这派鬼话 当年臣府的河豚宴 你可是派了山东的厨子 特意来的 你就是在那个时候 拿了河豚的毒 放在你的手里 厨子呢 河豚毒呢 都在哪里呀 就凭你一张嘴巴 信口开河 好 让白管家把人给带上来吧 松枝都招了 她双亲的死气都在你的手上 所以她迫不得已 才去诬告了怡宁 而赵妈妈 想要趁怡宁一个人的时候 将她推进池塘 可惜了 被我抓了个正着 姑娘 奴婢对不住您 您对我这么好 但是我父母都是陈大娘子 在外头庄子上的老奴 她说 她说我要不听她的话 就打死我父母 你再敢胡说八道 你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 不管大娘子的事 都是老奴干的 大娘子 大娘子她毫不知情啊 那好啊 你倒是说说 你跟顾大娘子还有怡宁 到底是什么仇什么怨 让你这样加害她 那是因为顾明兰 她对不起我们大娘子 看来不是你一个人做的 大伯母 这样东西 你应该很熟吧 这是从你那儿找到的 河豚毒 你说是我的就是我的 这明明 这明明是你们 和火栽赃陷害我 我可以作证 这瓶毒药 这河豚毒确实是我母亲的 我还偷听到 是我娘 让张妈妈找人 杀了一名 放住嘴 娘 娘 娘 你收手吧 不要一错再错了娘 娘 我是怀胎十月 挂过鬼门关 把你生出来的亲娘啊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娘 我一点都不相信你 就是杀人凶手啊娘 你这个不孝女 走开 娘 娘 娘 我也不想相信你是杀人犯 大伯母在我第一次 去看瞧瞧娘的时候 就动了心思吧 那马 就是你下的毒 就是为了不让我查清楚 我母亲的死因 当时乔小娘还咬死不说 虽然我查清楚了河豚毒 但厨子已死 没有了证据 你也就按兵不动了 直到杨娘子出现 又生起了你王日的怨怨 原来 原来 这一切都是你设下的一个局 那你回府生病 应该也是为了引我露出马脚吧 我生病 倒是真的 只是我没有想到大伯母竟然如此心急 毕竟大伯母是我见过最耐得住性子的人了 你简直是丧心病狂 是我伤心病狂 还是她顾明兰伤心病狂 她害死了我的大狼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当年明兰看到你因为大狼伤心欲绝 所以她才好心找了最好的大夫 做了最后的尝试 可是 大狼那时候已经病入膏肓 可她的死 与明兰有什么关系 可她明明说 她 那个大夫能治好大狼的病 但最后大狼还是死了 她还那么小 就死在我的怀里 大狼也是我的孩子 她的死 我也很痛心 可是 你不能因此加害于别人 你不要在这里倒忙黯然了 罗承文 你对顾明兰那点心思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只可惜啊 你在心里放了一辈子的女人 她是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无言汇语 胡说八道 大嫂 忘我这么多年一直敬重你 你竟然信口雌黄 最后的体面你都不要了 二弟 我有人证 罗一宁 她根本就不是你的女儿 胡说八道 你闭嘴 你需要死到临头了 还往我母亲身上泼脏水 这女人已经疯了 赶快送娘们吧 白管家 把她给我关进京堂 对 赶快把我送进衙门 拉去公堂 你们不让我在这儿说 我去公堂上说 来他堵上 你们这些罗家的丑事 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 谁敢拦住我 我就闹得天下皆知 让罗家所有人再也没脸 再也没脸走出这个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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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